海呀 海呀 海呀, 海呀, 海呀 我沒有眼花呀 我從來沒見過這麼漂亮的女孩子 見過女孩子這麼漂亮 靖哥哥 你好像我的朋友 不會吧 我的朋友很小器, 又怎麼像你的朋友 還有呀 我又大吃, 經常吃光人的錢 難道你朋友是這樣的 雖然平時我也是一個好動和活躍的人 和演黃蓉這個角色是有點相近的 但是因為演黃蓉 已經成為最近熱門的話題 每個人的注意都集中在這個黃蓉的身上 而我以前又沒演過戲 所以心理上的壓力實在很大 但是想心一層 還是不要管太多了 既然機會到了, 就要去把握她 有天我收到一個劇人的信 她問我是否希望參加香港小姐 我就說 如果我回來參加的話 我就要放棄很多東西和我的工作 結果我也很有勇氣地回來 開始我新的業 好 翁小姐, 方寧, 二十三歲 身高1.59米 體重45.5千克 是一位紡織設計師 我是學設計的 但是不是學時裝設計 而是可門大家認為 比較冷門的叫紡織設計 意思是把不同的圖案 配在不同的布料上 這些都是我的工作 你還要穿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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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男裝衣服 收穫功夫, 你要穿什麼? 你還要穿什麼? 你不知道我很喜歡穿男裝衣服嗎? 是嗎? 是呀, 漂亮不漂亮 是呀 那裡的東西一般好吃 我不是去吃東西 我想去看看是否能碰到你 拖好女生的話, 我不會說 不知道我是否有福分去照顧你呢 翁小姐在心目中的理想男士 就要像機師道化理符一樣 要有保護能力 還要乾淨清潔, 而有藝術氣質 劉公子, 玉蝶兒等了你很久 甚麼?你等了我很久? 剛才聽到玉姑娘不太舒服 這麼快就弱到病除了 我玉蝶兒喜歡見誰就見誰 漢公子, 你何必自討沒趣 或者我們之間應該有個了斷 兒, 你… 我出來太久了, 都應該回她 感情這件事是不能勉強的 我們最近好像經常吵架 我想的嗎? 所以我想了一個辦法 令我們以後都不用再吵架了 甚麼辦法? 交給我吧 都會… 是… 你為甚麼有時候 這件事是一個何詞 叫做性侵害的 超 forgetting